北京时间10月17日2点,一场备受瞩目的友谊赛在沙特阿拉伯进行。 巴西与阿根廷展开对决,上半场,宁兰达近距离突射,被奥塔门迪在门线上几位出去,迪巴拉对你球稍稍偏出。 下半场,阿图尔凌空射门被罗梅罗扑出,伤停不时阶段,内玛尔开出脚球,宁兰达投球破门。 最终,巴西1比0决杀阿根廷,作为南美宿敌,巴西与阿根廷的比赛,即便是有一赛,都会让双方队员竭尽全力。 由于梅西在世界杯之后,还没有重返国家队,因此,这场巅峰对决少了一个看点。 事实上,阿贼罗和迪玛利亚,也没有回归国家队,而巴西队的阵容非常齐整。 因此,阿根廷最后输掉了比赛,也不足为奇,只是没想到是一度秒绝杀的方式输掉比赛。 比赛第七分钟,塔利亚菲克在进区右侧,接到队友的长传球不停球,直接到三角,会做给进区固定的洛塞尔索。 洛塞尔索直接扫射攻门,皮球踏着力柱出了底线。 第二十二分钟,巴西门将阿利松,在小禁区内带球,克雷亚上抢险些把球筒进球门。 这个利物浦门将在俱乐部,就因为带球导致失误丢球,没想到在国家队又继续玩火。 第二十七分钟,卡赛米罗左侧起球,传给小禁区右侧的米兰达,米兰达把球卸下来之后抽射。 皮球从罗门罗身边穿过去,眼看着球就要进了,但奥塔门迪在门线前隐生生挡了出去。 两分钟后,迪巴拉主把前场扔一球,皮球烧,烧先出了门主。 第四十七分钟,克雷亚右路传中,高四前叉的洛塞尔锁头球攻门却打得太正,阿利松轻松把球没收。 三分钟后,伊卡尔迪在进区内射门,皮球被挡之后拼处立柱。 九分钟后,帕雷德斯在进区外突然急脚射门,皮球还是没能打在门框范围内。 第七十分钟,内玛尔看出战术脚球,埃图尔在进区线凌空抽射,罗梅罗飞身把球扑出。 第八十四分钟,巴西获得进区高二任一球机会,卡赛尼罗主罚。 他的暴力射门打在防守球员身上发生变相,门下没有任何反应,但皮球蹦蹦跳跳的擦着力柱出了底线。 伤停补时阶段,内玛尔主罚任一球助攻米兰的投球破门。 最终,巴西,一比零阿根廷,巴西的首发,一,阿利松,二达尼罗五十二十四法比尼奥,三马尔基尼奥斯,三米兰,达,十六贝利佩,卡赛尼罗,十五埃图尔,十一护地尼奥,十内玛尔,九热苏斯,六十四七里沙利松,二十菲尔尼罗埃和停首发, 一罗梅罗,六,佩萨利亚,十七二塔玛迪,三塔利亚菲科,八十一巴库尼奥,二十六贝拉维亚,三十八塔利亚,帕雷德斯,二十六贝尔索七十二十八萨尔维奥,二十一迪巴拉,五十七,二十七老塔罗,十一科雷亚,六十五七罗,伯托佩雷拉,九一卡尔迪,八十七十九乔拉尼西蒙尼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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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